林泽西在三里,一家团圆终是个大渣男,最近却变得有点人性,角色开始转折,因此戏份也越来越吃重,连观众都关心她身体承受得了吗? 林泽西坦言身体是诚实的,她二度确诊,两次确诊共通点都是休息时间太短。 林泽西两度确诊,两次都是在她拍戏三,四天没回家后就确诊,常常是拍完当天的分量,紧接着睡一两小时又要接着出早班,有时间就要闭着眼睛休息,不能浪费休息时间。 最近身体诚实,反映出抵抗力下降,林泽西表示,虽然身体有点负荷不了,但还是不会交惜热爱表演的心。 而在剧中林泽西结了四次婚,每次都被打断恶整,成了真正结婚达人,大家也好奇她与何一配,到底真的算完婚了吗? 连林泽西都笑说自己可以不要再结婚了吗? 因为每次过程都很惨,如果真的硬要再来一段感情戏的话,她倒是希望是跟王宇杰,因为两个角色价值观比较合拍。 众所周知,单身母亲非常辛苦,不但要工作养家,还要母兼父职,照顾孩子的一切生活琐事,各种辛酸实在无法言说。 而在单身母亲抚养下长大的孩子,很多都能早早体谅母亲的辛苦,更有些年纪轻轻就有帮母亲承担家计的打算,而日后拼搏成绩的最大原因,也是让独生母亲过上更好的生活。 演员林泽西便是如此。出生于1984年12月16日的林泽西,一出生父母就离异了,故而她从小跟妈妈相依为命,与爸爸先少往来,一年只见两次面,关系梳理。 林母当年为抚养她,带着她摆地摊谋生,而她初中毕业后开始打工分担佳计,曾到洗车场,泡沫红茶店,牛排店,补习班打工,拿到钱后贴补家用,孝顺又懂事。 不过,其实她从小就怀抱着明星梦,中学时期参加过滚石选秀比赛,虽有不错名次但却没有下文。 长大后,迁入经纪公司,出演首部戏剧《爱曼扭要怎样》,当时的角色是酒吧服务生。 随后便在演艺圈在福在晨,出演大爱戏,即在偶像剧中演配角。 她回忆很惨的时候,甚至还接受过家人朋友的援助,曾一枚钱不敢出门,正当她心灰意冷,想要放弃明星梦转行时,机缘巧合之下,加入了迷世凤凰艺能。 随后出演《廉政英雄》、《风水世家》等戏码,累积了不少人气,经济好转之后,拍戏至少能月入八十万。 当年大学毕业后,她的收入还是很少,有一年只接了二支广告,年收入仅有二十八万,怕红包包不出来,不敢陪妈妈回一兰老家过年,但亲戚常热情,打电话邀她,她就只能在电话这头回,会回去,但不是过年。 更笑说有好几年很怕接到亲戚电话。 多年前,妈妈第一次拿到她包的五万元的红包时,一度感动到眼眶寒泪说不出话。 之后,她参演了民視影视剧《春花望路》,饰演殷小三私生子魔画,毫无一得的医院院长陈家辉,播出后被观众奉为垃圾灰从而大红。 她曾坦言自己其实曾经有两年时间没戏眼,生活也跟着断炊,靠着卖车为生。 有次由于给二手车商收车卖价格低,她在网上卖掉自己的车,没想到买主是粉丝,还是某食品公司的主管。 卖车之余,她不忘自我推荐,表达出合作的可能性。 被迫扒演期间,她也难得有空闲,曾和家人朋友到澳门、上海旅游,不过到上海时,一行人员打算到外滩的一家夜店。 没想到,在一门票太贵,准备转身离去之际,突然听到,有三个女生,尖叫大喊林泽熙。 她正惊喜自己,朝国际巨星,卖一大步时,才发现,对方竟然是台中人,能认出来,只因平常会看八点档。 在两年没拍戏的日子里,她也上节目通告拍,举光原地,大部分时间加强自己的表演功力,狂追各地戏剧。 虽然也爱看美剧,不过通常都用来打发时间,因为欧美演员的五官,表达方式和亚洲人有很大的差异。 所以,想要进修表演的话,还是以看亚洲演员为主。 好在熬过无戏拍的日子后,她终于成功加入三立《天之娇女》的演出,并挑战双重人格角色,一个是无聊的好人,一个是邪恶的行男,还爱上了有夫之妇曾智希。 两人有不少对手戏,过去多是反派角色的她,这次难得展现温文儒雅一面,让很多粉丝耳目一新。 了解近况,她坦言自己两年没戏演,那段时间还改当直播主,从月入五千开始累计经验,现在已经飙到六万元。 入行十几年,一开始她演的是国语剧,某天突然发现自己的角色被取消,一通电话叫她改演本土剧。 她只能临时把危机化为转机,从零开始苦练闽南语,笑说一句闽南语都不会,压力大到哭不出来,只能靠看着存折数字撑过来。 更调侃自己很爱钱,无名时期也想过跟风考公职,连教材都买了,但仔细想想呢,根本不是她要的。 做出一番成绩后,她也咬牙买下位在永和的公寓,是屋零三十七年总价两千零六十万的中古屋。 公寓含地下室共四十平,虽然因此背上千万贷款,但她为了家人甘之如頤。 她透露之前,外公外婆住在二楼,看他们爬公寓很辛苦,加上妈妈年纪也大了,就买了一楼房子,希望她能自在地出门走走。 感情喜欢走之求的她,高中时期也曾经被女生主动追过,原因是女生觉得她长得像陈小冬,还打听她喜欢会下厨的女生。 于是,天天做便当,给她展开柔情攻势,但这段恋情,只维持两个月。 很搞怪的原因是,女生发现另一人更像陈小冬,一度让她爆笑说,真的有跑到对方教室后,大喊那个,像陈小冬的给我出来。 另一段感情更扯,她表示十几年前,事业低潮没钱,被某任女友嫌弃,有天女友说,要去唱KTV,结果一去不返。 之后隔了五年多她想要买房子,女生知道后辗转找到她,想为她做银行贷款,但最后因利息价钱,没谈拢破局。 林泽西坦言很羡慕长久的恋情,其实她也有过一段三年的恋爱,对方是同为演员的张家伟,当时她在民事,嫁妆,饰演复兴汉垃圾昌,在剧中和张家伟饰演的白沫安妮离婚,但戏外,两人却因拍戏朝夕相处,渐渐展开交往。 甜蜜期间,小两口跟同剧演员陈美凤,石英等演员群家剧组共40人远赴日本青森出外景10天,空荡时两人亲密无间,时时刻刻都不分开,更在苹果树下亲吻完自拍超级放闪。 但后来林泽西过33岁生日时,身边一群朋友帮忙庆生,却独缺女友张家伟,因为两人对结婚没共识,再加上个性差异,导致三年前遗憾画下句点。 张家伟曾说,一直没碰到契合的想法,爱也就这样一点一滴被消磨掉。 值得一提的是分手时,张家伟因拍戏忙,交往时把爱犬宝宝放他家,现在分手了也没带走,之后他靠着拍八点当,幸福来了,聊情商,林泽西则陪妈妈,到处旅游转换心情。 因为从小父母离异,林泽西渴望拥有完整家庭,也希望找到个性契合的对象。 对于这段感情,他曾说,结束这段感情,很可惜,但也怕耽误他的青春。 而说到具体不合,他表示,张家伟希望早点步入婚姻,但是他的事业还在起步中,人家说再福再沉,他连福都没有过,加上又是独子。 所以,压力比较大,结婚也就暂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。 对于是否会避免同台,他则表示,一定会克服,毕竟还是要展现专业度。 而张家伟自认过去想法,太过天真。 因为林泽西曾陪他走过妈妈去世低潮,后来他便把重心放在林泽西身上,在少了林泽西之后,虽然感情中顿时没了支柱,但仍感谢这一切的发生,因为清醒之后,也慢慢把朋友找回来了,每天都是用工作填满。 现如今,林泽西虽然拍戏忙碌,但仍不时在社交平台和粉丝分享近况,不过近期他却透露出不好的消息。 原来家中的毛小孩因为慢性肾衰竭,又并发肠胃炎,住院掉点滴一个星期,直到最近终于可以带回家打皮下点滴,居家照护。 他难过地表示医生,告知最多只剩半年。 他虽然知道,毛小孩总有一天会离开,但总是希望,上天能尽量多给些时间。 总之,希望林泽西能够保重自己的身体,不要太拼命了。 最后虽然林泽西现在比较享受单身的日子,但还是希望她能迎来新恋情,并完成小时候的愿望,建立起幸福美好的家庭。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